金门大桥的预柱结块总共是376块 最后的11块终于运抵金门 县长跟工程团队前往迎接 他也表示最后一批的结块运到 代表大桥最后的一里路也即将完成 而未来通车之后的观光产业发展的规划 也正在详细的策划中 金门大桥是国内第一座采用预柱工法的 长跨距海上桥梁工程 全部总共有376块的预柱结块 已经在去年的12月 在高雄新达港玉柱厂区完成生产 最后一批是在日前抵达金门 另外杨振武也表示 这也代表所有的工程终于走到这最后的一里路 作为玉柱结块基地的新达港 也是金门大桥完成重要的阶段工作 也为大桥工程做出重要的里程碑 随着第一块的吊装出来 在这么多人的努力之下 今天我们去伴随着最后一批的预柱结块 进到金门港 进到金门的工区 金门大桥的工区 总共是11块的结块 这也意味着整个金门大桥的工程 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那这个新达港最大的玉柱结块的基地呢 也在今天这一批最后的结块到达金门之后 它的这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也是我们金门大桥 在整个大桥工程上面最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去伴随着这一批的预柱结块进港 进到工区 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非常兴奋的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里路 我想在这最后一里路 我们所有的团队还会持续的盯紧这个进度 让这个工程用最好的品质来呈现给我们的乡亲 金门大桥总算要在今年的6月下旬 实际工程的进度是97.48% 全桥合拢预定要在7月底完成